在美国现在面临的还有中南美洲移民偷渡的问题 人数今年不断的攀升 而美国总统拜登却迟迟没有调整川普时期的难民接收上限 一直维持在历史的低点 引发民主党内的不满 白宫三号终于宣布 把今年的难民接收上限 从原本15000人提高到62500人 不过在此同时美国边境偷渡仍然持续的上演 到底要如何解决这样的危机 仍然在考验拜登政府 身穿黑衣的男子戴着自制的铁丝梯子 开车载着偷渡客一路来到墨西哥华雷斯城 美国德州已经近在咫尺 只要设法翻过美墨边境围墙 就能到另一个国度追寻更好的人生 偷渡客一步一脚印 好不容易抵达边境围墙 下一步就是架上梯子 翻过高墙踏上美国土地 就在这个时候 协助偷渡的人仓皇躲避 而偷渡客眼前则是广袤的德州沙漠 他们的命运从此再也没人知道 类似的场面不断上演 CNN记者不久后又直击一名女子带着三个小孩 试图偷渡美国 他们一步跨越低浅的河流 几分钟后却被高墙挡住去路 美好的美国梦最后以拘留收场 受贫穷战乱和疫情所苦 今年中南美洲的偷渡客数量飙升 他们宁可支付高额费用 请黑帮协助 就是要逃到美国 川普总统过去将难民接受上限 定为一万五千人 拜登上任后迟迟没有调整 面对民主党内旨意声浪 白购三号终于决定 提高今年的上限到六万两千五 明年还预计再次翻倍 周一君编译